大家好,这一期我想回到房地产投资的话题上 房地产投资是大家所关心的被动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旧房子销售的主要来源有四种 第一种是正常的房子销售 也就是卖主把房子放到市场上 通过自己或者是房地产中介来销售 房子的价格一般跟附近的类似的房子的价格差不多 第二种是shop sale 放一块叫queamide queamide的房子特别在次贷危机之后 如2010年到2013年之间 比较流行 比如说在阿里扎纳的凤凰城和福罗里达的迈阿密和 Arundal Socia占房子销售的50%以上 大家可以通过我以前的视频 如第十一期和十二期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这里我想几个例子来讲什么叫亏卖 比如说老张在2007年 发了50万买了一个自制房 贷款45万 次贷危机后的某一天 比如说在2010年 他醒来突然发现 他的房子在次产上只能卖25万 可是他的贷款还有40多万 他越想越不是智慧 他只好跟银行联系 说能把房子亏卖 要不的话 他就不还贷款了 银行两害相权 取其轻 只好同意老张的要求 把房子拿出去亏卖 如果亏卖成功 卖房子的钱归银行所有 老张欠的贷款一笔勾销 亏卖的特点是 时间比较长 因为要经过多方的同意和签名 优点就是价格比较便宜 可能是正常价格的80%左右 接着我们谈第三种 叫Forecloser 也叫拍卖屋 那什么是拍卖屋呢 我们接着前面这个例子 比如说老张的房子 亏卖没有成功 可能是因为 卖的价格 没有银行批准的数目高 或者是 根本就卖不出去 那老张只好开始不还银行贷款了 如果这样的情况 持续了三到六个月 也就是超过银行 允许的时间 银行就开始 启动Forecloser了 也就是把房子拿出来拍卖 如果拍卖成功 拍卖的钱归银行所有 老张欠的贷款也一笔够销 拍卖房子的水比较深 一般适合 质疑行的老司机 第四种 就是IEO IEO也叫 Real Estate Owned by Lander 简称Bank Owned Properties 欢迎过来也叫银行拥有的房子 我们接着前面的例子 如果老张的房子 在拍卖的时候没有卖出去 那银行就把房子没收了 成为银行的房子 这时候银行会急着把房子卖掉 他会对房子做一些 简单和快捷的维修 比如说放地毯啊 给房子的内墙 涂上一层新的油漆 或者放新的马桶啊等等 总之想方设法 尽快的把房子 快点卖出去 这种房子的特点就是 状态还可以 手续比较简单和快捷 一般价格比正常房子的价格 便宜5%左右 中山手术 在这四种房子中 收市的房子价格应该是最便宜的 但是时间比较长 有时候你等了很长时间 也有可能白等 最后没有拿到 REO也叫Vain-owned property 这种房子手续比较简单和快捷 房子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 但是没有share disclosure 因为这是银行拥有的房子 因为这是银行拥有的房子 所以没有人知道这房子以前 受过什么损害 比如说有没有殃水等等 所以这种房子做防止检查的时候 要做得很彻底 上面所说的forclosure的房子 的水比较深 因为拍卖的过程非常快 再加上很多人竞争 你要快速的做出决定 如果你不是自己的老司机 没有一个团队帮你 不要碰这个forclosure 也就是拍卖屋 还有拍卖屋的房子 有时候便不便宜 因为这取决于拍卖的时候 有多少人跟你竞争 如果竞争的人很多 被拍卖的价格 可能会人为的抬高 至于正常房子 一般都有share disclosure 还有你有中介帮你的忙 很多事情都可以商量 风险比较低 但是价钱可能是这四种里面最高的 至于本人 我这四种都经历过 本身最喜欢IO的房子 因为这种房子 手续比较简洁 房子状况也不错 价格也相对便宜 Social的房子也不错 缺点的话就是 你要耐心的等待 这时候你可能就需要 HELOC 也叫做Home Equity Line Credit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拿到这个房子 你必须确定你的资金 随时都可以用到 HELOC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如果你不用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等 Social的房子的时候 如果你不用的时候 你是不用交利息的 这就是HELOC跟一般的Mortgage 和Home Equity Loan的最主要的区别 如果大家要更详细的了解 这些可以回去参考我 视频中的第五期和第六期 好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就谈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 请点赞 分享 和订阅 谢谢大家观看和聆听 下次视频再会